美国政府2月7号对台湾出售价值1亿美元 约新台币28亿的爱国者飞弹系统 让中共起得跳脚 痛凭美国破坏台海稳定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 美国受台的爱国者防空飞弹 工程勤务以及检测服务 除了将爱国者二型飞弹 提升为爱国者导引增强飞弹 更提供爱国者三型防空飞弹现场检测 中共见不得国军防空战力升级 宣布出售制裁美国军工企业 中国政府决定对长期参与 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 美国军工企业雷神技术公司 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侵权行为 实施反制 台湾的爱国者飞弹提升性能和妥善率 可以有效拦截中国解放军 射程300公里的东风11 和600公里的东风15短程弹道飞弹 甚至中程导弹东风16 以及东风41洲际弹道飞弹 都在打击范围之内 美国企业遭到中国政府针对也不是头一招 早在2020年中国这大动作点名制裁雷神 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 然而却一直没有资料显示 企业被中国制裁到底造成什么影响 面对中国不停的文攻武嚇 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外交部也感谢美国拜登政府第二度对台军售 期望未来继续深化台美安全伙伴关系 三立新闻许听伟报道